不同国家的空气要怎么体验跟比较呢 伦敦最近出现一项特别的装置艺术 把五个国家的空气装到这几个像帐篷的空气舱里 让民众能亲身体验空气品质的差异 其中有哪些地方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呢 一起来揭晓 英国伦敦最近出现一项特别的装置艺术 这几个透明的圆形帐篷看起来空空的 似乎不怎么特别 因为它的特别之处不是用眼睛看 而是要到里面亲身走一回 不同的帐篷代表不同城市的空气品质 从挪威小岛的清新空气 到空气插到快让人喷累的圣保罗 在令人窒息的悬浮粒子对比下 进去过的人都有深刻体验 当你看到这种地方 你看到各个城市的比较相比 你能感觉到它和它移动到洞去洞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能够的方法 带到这些人的想法 这是来自英国艺术家比斯基的巧思 为了让更多人对空气污染 有更深刻的认识 他认为首先要让大家了解到 这就发生在每天的生活中 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目前在伦敦的空气体验舱 一共有五个圆形帐篷 每个帐篷分别模拟不同城市的空气 包括中国北京 巴西圣保罗 印度新德里 英国伦敦 以及空气最清新的挪威小岛 在清新空气的对比下 其他四个帐篷都让人难以忍受 但有许多人每天 却必须生活在这样的空气之中 比斯基期盼 透过这样的展览形式 能让亲身体验过的人 有深刻的反思 当他们发现 问题会切身影响到自己的时候 才有可能进一步 推动到行为的转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